大熱門仍然是11號碼的鄉村輝煌 21元 全部馬匹準備 七場三番直路1000米的賽事準備 一開始的時候 競飛區稍微慢 前面快的馬看到大外蘭位置御風搶 中間還有中華寶貝甜蜜蜜 聰明申報也走上去 在裡面就是這隻鄉村輝煌 紅帽黑衣服上來了 後面的馬還有飛躍成功 中心二氣 紅心勁龍 幸運明星大約5、6 外蘭白衣服 尾四、尾五 還有這隻十二門徒跟上馬群 後一點才有街運寶 競飛區 遙遙包尾 萬事成 跑了接近一半 前面見到帶出來的馬就是御風 接著第二位 在後面有一隻甜蜜蜜 中間鄉村輝煌在騎 裡面位置幸運明星上來 中檔位置還有聰明申報 再後面十二門徒 也有一些內閃沒有位置 繞到最後百多米 前面透出的馬埋變位置 就是鄉村輝煌騎下去有 好 撤離了一個多次 在贏中這場賽事 第二名的 十二門徒在那邊 撞上來 第三名是聰明申報 第四名是御風 結果這隻二十一元的大熱門 鄉村輝煌 排裡面的檔位一樣 以一個相當輕鬆的姿態 中施馬出來跑道 甚至乎跑的時候 都已經有很生氣的姿態 都跑來贏 十二門徒第二 聰明申報第三 御風第四 鄉村輝煌繼續都是側起頭 一邊右腳 但也贏了 是的 最少都是這樣 那隻十二門徒堵了很久 那隻十二門徒堵到暈倒在那裡 也叫跑法第二 聰明申報第三 御風第四 看看潘頓那裡有否夾到人 還是怎樣 他上來那裡 麥方加怕那些衝出馬就不用擔心 鄉村輝煌就繼續都是蠻子 整天扭起頭上來都是考驗 沒問題 聰明申報今天已經轉了跑法 這兩次整個塞塞結結 今天就早段擺前一點走 但結果頂不到Q 這次雖然有些扭起頭 我想大家都不擔心 可能覺得他是這樣 繼續贏的姿態都很輕鬆 蔡約翰 今天都保持兩隻沒輸過的馬 聰明申報變一變的跑法 就看到他的增長 有些質素的馬 整個塞毀住他就不行了 這次艾少女特意擺前一點 讓他不要塞 不過最後幾步就補不到Q 輸了頸臂就濕以滿途 補回了熱Q 二搭十一 第三都輸得服的了 要不是塞了那麼久 不會那麼驚險的 人家那隻都贏了你 方家拍上季開始的衝出馬成績都很好 也有很多人追著 走不利場地的幸運明星今次蝕不起了 上次幸運明星其實有點賺了 裡面的馬塞 他那個一檔反而在內欄 叫做 你在裡面塞 那我就抽出來在中間那裡追 或者今次是隔了兩個星期都不夠 可能這隻馬 回不了氣 嗯 其實他也不是太大隻 小隻馬 兩隻一出即勝的馬今天都贏了 馬塞 這樣就弄了一個季了 20元踏20元 甚至一半 進入了一個碼 幾次三個去 算上金頭也不頑峰 都接近五個來 是的 看他怎麼跑六檔起步 起步順就行了 也不用怎麼特別走出去 跟你鬥實力 前面快就遇風 在他旁邊 中華寶貝不放 反而聰明新報就放前些 見回鄉村輝煌已經上來了 田文物在外面貼著欄 第二陣子是飛躍成功 中芯義氣 幸運明星在後面 那邊還有一隻紅心勁龍 君哥在中游不上不落 十二門徒貼著愛蘭在最後四 後面是勁飛區 街運寶 包在內尾都不會跑 萬事勝 十二門徒一直跟著業門來跑 也有點困失 幸運明星在那邊 中間的路段 其實他兩次都是一些不太好的跑道 但今天是零零四四 一點走勢都沒有 習慣 拍步 當然是看腳 分段時間13秒12 20秒94 末段22秒06 總時間56秒12 是快於標準時間接近六線